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個 如果是我的粉絲通常都會曉得說 其實我們在教指揮抖術的課程裡面 實際上我們還有開了風水的課程 只不過這個風水的課程 它有資格限制 它只能夠讓我們 抖術高級班的學生來報名參加 為什麼會有這個限定 我們之前在自己的粉絲團上面 公開了這個風水課的時候 有很多的網友也都想要來報名的風水課 可是卻因為有資格限制而沒有辦法 去 來報名參加 因為一直都有人希望要來了解所謂的風水 所以我們 就試著考慮說 或許我們可以 也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跟大家聊聊 什麼叫做風水 在華人對於命理的認知裡面 命理學 紫薇八字 另外一個就是風水學 是幾乎是我們生活中 很重要的 這兩個 會被大家說 重視的 你要說它是 生活習慣也好 風俗習慣也好 或是 生活知識也好 非常非常重要的兩個大的支柱 就這兩項 因為 很多人並不知道說 其實啊 就風水的角度來講 它幾乎 在做的功能以及功用 就是在做改運的工作 那 所以呢 那我既然知道要改運 那我當然要先知道你的運是什麼樣子 所以呢 學習風水其實必須要先有命理的基礎 也就是我必須先知道說 你現在到底需要什麼 而才去跟動 風水上面來幫助你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課程裡面呢 會 需要 你必須去抖數高級班 的學生 才能夠來上我們的風水班 那是因為 現在有很多很多的網友有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 我們呢 大概會錄製一系列的影片 可以讓大家呢 先從影片裡面先 了解基礎的風水概念 甚至我們也考慮開放在未來 開放 你不是我們董事物的學生 一樣可以進來 學習我們的風水的一些方法 這樣子 能夠來幫助你 所以那這一系列影片呢 我們就開始來跟大家聊 風水學概念到底是什麼 風水風水 古人在談風水呢 他指的是 借水而止 然後呢 迎風與聚氣 也就是說呢 他必須要讓 風啊 這種古人覺得這種 你有沒有一個好的生活的氣息啊 好的空氣啊 好的生活的環境啊 然後 可以凝聚在你的身邊 那借水而止 那個古人因為交通能力的關係 碰到 一條大的河流 他可能呢 就會把很多 不管好或是不好 擋在外面 這個是風水基本上的概念 潘雨 雨是小的山 潘呢 從上面往下看 所以呢 潘雨的意思呢 指的 也就是說 我從上往下看 來看看這個地形地獄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所以他也叫 潘雨 為什麼他會取這樣的名字 那 現今呢 很多人把風水學啊 講得非常非常的神秘 非常非常的 神奇 哇可以那個 那個招葬戲發 早上把你阿公葬下去 晚上你就發了 那 可以那個 更動生死啊 等等 實際上有沒有這樣子的可能呢 那我們陸陸續都跟大家來解釋 為什麼 有這樣子的含義產生 那當然 慢慢大家就知道說啊 很多這樣子的論點啊 其實 就好像命理學上有很多這樣的論點 我告訴你說啊 你是什麼像帝王格局啦 你是 什麼 賤富的格局啦 現實的情況 這事情是 都是 古人在寫書很習慣性的 就要去寫一些 這種很手動的字眼 才會讓你去 不管是害怕也好 或是讓你去感覺到 恐怖也好 或是 招傷也好 你聽起來才會想要去跟他學 或者是想要去了解 但實際上的情況呢 卻不是這樣 真正的風水學講的是什麼呢 真正的風水學講的就是 你要住的舒服跟快樂 這邊我們需要談到說風水的起源 實際上風水的起源 早於人類的文字 比人類文字還要早 為什麼 在我們這個年代啊 你很難去想像到 在那個古老的年代 八千一萬年的那個年代 這個人啊 他可能還不會 沒有文字 然後呢 他甚至沒有語言 他講話還 光的屁股每天跑來跑去的時候 他只要選到不對的地方 今天躺下去 有頭睡覺 無頭起床 睡到一半 就會被獅子老虎吃掉了 哎 中國沒有獅子 那被老虎吃掉 山豬吃掉 或是 今晚睡覺 旁邊還有美嬌娘 早上起來 美嬌娘只剩下 下半生 其他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呢 居住環境的選擇 對於一個古人來講 比文字跟語言還要重要 他只要不會選 那他連發展文字跟語言的 機會跟時間跟能力都沒有 因為他連命都不保 因此呢 風水學的概念 其實更早於 我們的 文字 也就是說古人他用他的人生經驗來去告訴自己說 我要去選擇一個 很好很好居住的地方 那像剛剛所講的這個觀念裡面 什麼叫很好居住的地方呢 你想想看 我要睡的安穩 遮風避雨 不用曬太陽 對不對 那 那這樣聽起來 我就找個洞穴來住啊 這樣就遮風避雨 不用曬太陽 可是洞穴裡面除了你 可能還會有 其他的動物啊 因為其他動物也要遮風避雨 會有蛇啊 喜歡喜歡陰暗面啊 那在那邊也還是很危險 OK沒有錯 我住到洞裡面去的時候呢 我可以把這些動物啊 用火用什麼把他先趕出去 那趕出去他還是會回來嘛 所以啊 我要好的居住環境 可以遮風避雨 並且呢 別人不容易進來 然後可能要用很多東西把 把那個 這些東西擋在外面 別人不容易進來 那別人不容易進來 如果我把 這個洞門口呢 搞的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我也跑出去 那這樣行不行 這樣當然也不行 就颱風天的時候啊 那個門窗 要用木板叮好 結果你在家裡面叮門窗 叮完之後 發現 你還來不及去超市 買泡麵 結果你也出不去了 所以這樣也不行 所以 你必須要有好的居住環境 睡起來要安穩 出入要方便 但是別人不容易進來 這個是風水基礎的觀念 所以我們看到各種各種不同流派的風水 不管他用的是哪一種方法 用的是方位 用的是243 用的是三元納氣 用的是八方明鏡 用的是各種各種的技巧 他的根本的結構呢 他都是在跟你談說 你要能夠 睡得安穩 要能夠進出方便 要能夠抵禦外敵進來 要能夠讓你自己 不會只想要被關在裡面 然後 陽光空氣水要 要充足 他從頭到尾都在跟你談這個事情 只不過透過各種各種不同流派的手法 來去解決這件事情而已 所以 其實 真正的風水學 他所談的 就是 你能不能夠 住得開心 過得開心 睡得安穩 然後呢 要進出要方便 那 我可以在山裡或是海邊 住得很開心 然後看了汪洋片大海 心情很好 可是 看了汪洋片大海 心情很好的時候呢 我就是想要躺在家裡面啊 那我是想要躺在家裡面 我就不想要出門啊 這樣是不是一個好的風水呢 對於老人家退休可能還不錯 可是對於一個 要奮鬥的年輕人 可能就不太好了 那 因此呢 每一個風水 其實還要去對應你的 個人的現狀 你現在到底需要什麼 你現在到底 期待要什麼 然後才去決定 對你來講這風水到底 好還是不好 因此呢 其實所謂的風水穴 就是 適合你的居住環境 一個人吃得好 睡得好 生活很安穩 自然而然 你的運氣就會好 你想想看 兩個完全 相同命格的人 兩個完全長相 智能 體格 各方面都相同的人 有一個 睡在柏油路上 有一個 睡在舒服的房間裡面 那 不用太久 兩三個月之後 睡在柏油路那個啊 他一定運會比較差 至少他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他的那個 身體狀況就不太好 睡睡不好 精神不好 他上班就比較容易被罵 是不是 三兩三個月就會有感覺了 這也是通常人家一般在講說 當你到住到好的風水裡面的時候 三個月內之後會減笑 就是因為啊 環境 生活的環境會讓你 去影響了你自己的驚喜聲 自然而然你自己的 能力個性 條件會變得不通 那當然你就會 有了比較好的運突 跟 去應付你的問題 因此呢 風水學他指的是 怎麼去挑出自己好的居住環境 並且透過 自己的居住環境 去影響了自己的生活狀況 並且呢 透過 這些行為模式 心理模式 然後把你自己的狀態 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然後讓你的 優勢的特質可以整個發揮出來 當然你就有辦法在你的人生中呢 去做出好的判斷 然後你的運勢自然而然就會變好了 最後跟大家講一個啊 在風水學上面啊 很常被拿來應用的一個手法 就是透過空間環境的改善 然後去改變你的 心情 然後去改變你的狀態 什麼東西呢 我們常會在家裡面 或者是在一個比較大的空間裡面 看到一種設施叫做 玄關 那為什麼古代要 有設玄關這種東西呢 為什麼基於家要設玄關這種東西呢 我們在玄關做什麼事情 進了門之後 在玄關把衣服脫一脫 然後呢 整理好自己的身體 然後再進到家裡面來 那在古代呢 因為你要騎馬 然後因為你要 那個會有很多灰塵等等的 或你要務農 所以他有個地方讓你把自己整理好 不要把髒東西帶到家裡面來 那順便整理好你的心情 這件事情 只有風水這樣用嗎 我們會利用玄關來去擋住門口進來的煞 其實他就是希望把很多不好的東西 不管是 灰塵啊 髒污啊 或者是 等等的 或甚至是 在古代如果說容易有盜匪的時候 可以先擋住盜匪 轉換你的心情 然後進到房屋裡面來 這件事情只有古代嗎 現代也很多人這樣子做 而且 我們常會看到 當我們要進去一個大型的展覽廳的時候 他也會設置玄關 為什麼 因為要讓你透過玄關呢 透過一個 可能 一個另外一個空間來讓你整理出 你自己的心情 能夠安安靜靜 穩定好心情之後 進去做 比較好的參觀跟展覽 我們在看到高級的畫廊 藝術廳也都會有這個設置 其實 這就是風水穴的運用 只有華人這樣用嗎 只有華人有風水嗎 你會發現 世界各地都是這樣子 各文化民族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 人的需要 這就是人的心力 因此 所謂的風水 其實 它不是那麼的玄秘 它談的就是 怎麼讓你的 空間 讓你可以覺得更舒服 更好 利用空間的變化 來 去調整你的個性 行情 讓你覺得更舒服 然後你的運就越來越好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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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judar